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向往爱情 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怀念友情 有没有一首歌总能唤起你的记忆 有没有一首歌曾伴你成长 经典总能温暖人心 快乐就要纵情歌唱 我们邀您一起重温经典旋律 唱响回声嘹亮 唱响回声嘹亮 响回声的诺言 你嫁给我咋的一块上市 就跟他走了 就他了 你牵手来呀 黄森的发言者 小瑞 我也觉得是石老师 石老师看起来就像法力最大 恭喜他才一万年 妈妈带着她的七个孩子是怎么出场的 小婷你才报复 这位观众太棒了 太好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跪摔跤 我觉得这位观众太棒了 我和我爸 八九八 ,八九八 ,八九八 五六七八好 不错 找着了 找着了 这就是腰 温暖霜 姐姐说的 基督为敌 三月人类 您平常食肉吗 最喜欢哪个说心里话 说心里话 爱你很美 程程 起床了 小妮是我的心目中的偶像 大姐妹就是我梦梦中情人了 怎么的 在这里面发生过许多许多的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匠5 rzש 插曬獅子手, 將盤奏天堅 如昌四季無奔望, 哪行之心無面 四朝仍在外奔心, 照眉比心無藤面。 天年蒼蒼蒼茫茫, 真霸凌環光。 三天白夜奔心, 天意流難去。 有請微聲聊亮周知人, 李思思, 一個百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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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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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肺活量特别厉害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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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deeply 心里 发人意 你不念 Wert 我不认证 好带劳üt 另外你放述个罗姓 这是你最出彩的表演 不瞒大家说 看完这段之后 你看江抄汗都下来了 不瞒大家说我背后也刺了四个字 什么 回声嘹亮 我以为你刺的是尼哥买庭的 尼哥买庭回声嘹亮 你演过那么多电视剧 是不是在这里面你是最胖的一次 演厨子演了很多回来 但是从体重来讲这次是最胖 最胖的一次 对对一百 你刚才看那段应该有199多斤 对对一下195斤左右 你现在呢 现在不到180斤 也没差多长 那个时候是因为伙食特别好 所以你就 不是是刻意在增肥 吃的不动 吃甜的 吃各种油腻的 鸡汤泡饭 一天吃三顿 今天你来到我们节目 那是优厚的待遇 除了可以坐在那里之外 今天我们给你精心准备了提供任务 也请李大嘴同学完成任务 我尽最大努力来完成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有请江超入座我们的下飞行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今天光临现场的第二位嘉宾 我们是看着他的戏慢慢长大的 但说实话这么多年下来我真是觉得他的容貌没怎么变样 所以与其说是我们看着他长大的 不如说是我们跟着他一起伴随他一起成长 我可没说我们看着他这部电视剧呢是九十年代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家庭情景喜剧呢就是我爱我家 其中有一个最小的角色就是脸圆乎乎的那个特别可爱的贾圆圆 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著名演员 关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zero 因为戏目 当你累了卷了或是寂寞难言 总是全心全意的出现在你面前 爱是一个长久的诺言 听伴的故事要用一声讲完 光明的眼中你我只是一段插曲 当明天成为昨天 昨天成为记忆的片段 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 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 小妮又见面了 远远 欢迎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真高兴又来了 一来这一看见自己小的时候 这照片再看见这么多的观众 心里觉得特别温暖 真的是 我们也希望光明能够送给大家 一份温暖的新年祝福 是啊 这新的一年 除了大家这个心情好 要健康以外 那必须都得更加的爱家人 多多的爱我家 说的太好了 和宁我刚提观察了一下 你瘦了 哎呦就爱听这个 你瘦了 哎呦太爱听了 哎呦你给我太好的新年祝福了 你现在 你现在捡到一百五十斤了吗 哎 哎 你哪有这样呢 没有 不带这么不厚道的啊 刚才说了 看小时候的照片 觉得特别温馨 特别熟悉哈 接下来呢 咱们就一起看看 我爱我家里当年你的表演好不好 行行行 不带他看啊 来去看 我也一起看 看来你也在家中学习了 连香港科兴张国荣都不知道是谁啊 嗯 偶像 崇拜上他了 喜欢上他了 迷恋上他了 你也在家中学习了 你看你三百 行了 这很简单 我就是爱上他了 他不得尊重我 他不尊重你 不尊重我带来的客人 就是不尊重我 俗话说 打狗还能看主人呢 谁是狗啊 你平时说七花乱坠的 至少离车子早回说呀 你还男人呢你 你不是说的吗 咱们这个年龄不分男女 真的逢算人 这种不算人了你 赶紧走 你把我今儿留着等着慢着 这位人大便不往前走 我都跟上没往我 我真走了 我心疼死了 这就是圆圆的初恋 实践证明 青少年朋友千万不能早恋 否则就像圆圆这下场 初恋是挺失败的 没关系 咱长大一点 后来去演了圆圆的故事 也就是我来我家的续集之后 终于有人开了眼求了婚 什么叫开了眼了 跟我好就是开了眼 我的意思啊 反正这个爱情的道路 终于开始变成开了 翻身了 翻身了 而且那一个今天还来了 就坐那儿呢 当年拿着花还求婚来着 他是翻身了 我是翻车了 对对对 你就演那段 就是最浪漫的那段呗 这样吧 咱啊 就假设一个婚恋节目的现场 行 给你留灯了 我可算是出了口恶气 三号女嘉宾 是 关灵 那个戏 我追一个戏了 三号女嘉宾 甲圆圆 甲圆圆 她呢是男嘉宾 郭旭 郭旭里的名字 谢谢 谢谢男嘉宾 给我留灯 没事 一直就喜欢你呢 我觉得男嘉宾 就是刚才通过很短的表现 不太知道您是做什么职业的 我以前是开小卖 现在叫商业连锁超市 超市 对对对 我们是个集团性质的 这么大的一个企业 上市 都上市了 上市 什么时候啊 我们上市时间比较早 什么时候 早上四点 您指的这个上市是在哪里上市 七八地啊 我四点就去了 您说的是蔬菜批发市场是吗 对 你咋知道我是卖大葱的呢 哦 你是不是有时候也进点 那边的水果啥的 水果不卖 这边螺谷沙我卖 没那本钱 基本我就卖葱了 你放心 早上四点钟 新发地 进门 我就是管 一百三十六号的 就是我的餐位 哦 你确实买葱 肯定便宜你 真的 真的 你嫁给我 大离一块上市 就跟他走了 就他了 就他了 到我这来吧 让我们祝福这位男女嘉宾牵手成功 哇 你牵手来呀 来来来 可能我自己走一走没面了 就是 浪漫的每一夜 要爱 不放开 爱你 是我的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上场的是 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了 如果说刚才江超和关林 分别在电视剧当中塑造的是 00年代和90年代的电视剧的话 那接下来这位曾经在80年代一部非常经典的电视剧当中塑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使不得 使不得 大家知道是谁了吧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经典的电视剧西游记当中唐僧的扮演者 石崇睿 欢迎 你跳着他 我牵着马 他平凡之处 冲到晚霞 他平坦克 成大刀 头把劍弦 也有出发 一流出发 一半三春秋冬夏 一套套串天不浪 难闻路在河荒 路在河荒 一半三春秋冬夏 一套套串天不浪 难闻路在河荒 路在河荒 难闻路在河荒 路在河荒 河荒 河荒 欢迎齐老师您好 欢迎齐老师您好 您好您好您好 我希望你能够认识 我能够认识的方式变了 唐僧 真的是特别深入人心 你觉得他们俩是不是特别像一家在那上 他像一对妖怪 算计我们的唐僧师傅 漂亮的妖怪 漂亮的妖怪 白铃骨干精英 赶紧说哪个是把宋公赶走 都长迟老师这样 是 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哪一位唐僧 曾经被妖精变成过老虎 还是中间 中间那位怎么那么看 是因为中间那位来到现场了 还是迟老师 还是迟老师 好 来 我们请迟老师来公布正确的答案 是 我是演的谭慈栋 那个徐少华是变成那个老虎 这个是汪月 他是把那个 就是孙悟空三大白骨精里面 他把孙悟空赶回画馆山 您是从演一次一开始发演哪个风呢 我是从那个火炎山以后 我演了十几 十几 我听说其中有好多戏 《记忆》当中的插曲也是由您来演唱的 是 比如说哪些呢 第十八集 第十八集 那个就是唐僧和悟空扫塔 有一个插曲 叫《晴空悦而鸣》 那就是您唱的 您唱过这个主题曲 那咱能再扫一扫吗 咱能再唱一唱吗 行吗 行吗 来我们有请秦老师为我们带来这首歌曲 这首歌曲 这首歌曲 一季色 一点蝉心悲中色 试图扫他清淫淫 去三叶五千困境 换来清空 换来清空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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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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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认识了今天光临我们现场的三位嘉宾 接下来正式开启我们的节目 首先是翻唱一对一 今天的第一组翻唱团成员可厉害了 就年龄不大吧 但是组团一来 你就觉得特别好看特别清新 没错 从他们身上都可以看到童趣的一面 让大家感受到童年的快乐 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少女布洛德 有请 过年了 过年了 一家中一场相伴 好目念念念 晚年春风笑开眼 幸福快乐每一天 福到财到健康报平安 欢迎宿你开庭年 青春风买一场发肺埋怨 风向重展示现情愿 激烂两花美好永远 祝福你 全家乐团圆 恭喜你 恭喜你 恭喜发肺一万年 找开机宝 不请高招 恭喜太阳 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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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事如银 各家欢乐 年年最最 保命啊 喝过了 太阳冷了 祝大家天下快乐 新生如云 唱天生 让我们快乐 万事如云 新生如云 万事如云 让我们快乐 万事如云 真好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位 七六五四三二一 我都会数数了 来请做个自我介绍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是少女部落格 少女部落格 你能够多大了 有几岁 我是十二 十三 八岁 那你身高一点都没吃亏 是不是感觉自己突然老了呢 怎么样观伶 是不是感觉 是不是感觉 突然看到了自己童年的时候的感觉 是是是 因为我当时 那个 就是一问小朋友多大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 当时我派回来我家的时候 也是十岁 十岁 十一岁 心里特羡慕他们 我觉得倒是可以啊 让观伶来体验一下 你真是恋慕的 羡慕 我凑一个第八个 来 你们不是经常会有那个出场之后 你各种亮相 各种萌吗 带她玩玩呗 可爱 好秀一下 可爱五连拆 这好梯台 咱俩一组 你们后边各自两两一组 你成副队长的是吧 妈妈带着她的七个孩子 是怎么出场的 小姨你得报复 来 开始 好 我们现在展示的是 2013款春夏新款童装 呀 这两位可爱的小孩子 正在自己岁 美好的年龄 哦 太棒了 注意看他们的发型也是2013年的新款哦 真漂亮 同样的布料却做成了不同的衣服 同样的头发却做成了不同的发型 太可爱了 最后有请我们压缩的队长和副队长 来 走着 注意最后的定格亮相卖萌哦 想跳起来 好 特别想配一首歌 想前进 不错 我觉得还不错 要有时代烙印嘛 麦蒙五连拍 12345 试一下请不请 关联啊 小case 预备 起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哎呦 真可爱 队长觉得怎么样 感觉很不错 哎呦 谢谢队长 那我们就进入中期考核吧 接下来我们来教您一个剧的清点 好的 好的 有请 琳导 对 主力 跳一下 接下来我们欢迎 我们女作者全新版本 亮相 大猪 Hoo 啊 无论 明镬 小嘉派 大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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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看 好多 好棒啊 太棒了 我觉得看过刚才知道 我真的感慨万千 关琳 贾圆圆 还是那个可爱 那么萌的样子 我觉得真的是舒服 特别美 特别漂亮 我觉得就因为我爱我家吧 老不断地去重播 然后就让我自己也陷在 那个童年的那个时光里 就不容易长大 我们也特别想有一个机会 或者有一首歌 能让我们回到小时候 回到童年的那种记忆当中 没错 小朋友们能给我们唱一首 我们那个年代唱的 来 队长 童年歌曲吗 给大家再带来一首歌好不好 好 带来一首我们新改编的 让我们当题商讲 我千万别给您再弄坏了 我得做笔笔学队 来 我们也请关琳 回到我们嘉宾席 共同的静静来临 听这首歌 请 哎呀 怎么那么可爱呢 哦 太好了 快准备好 一起座吧 快准备好 一起座吧 快准备好 一起座吧 让我们当题商量 让我们当题商量 让声轻轻飘到 风风吹的凉上 让我们当题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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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事情都变得像牛奶糖 把缓闹疼通通轻光光 让我们当题商量 每个年级都在一样 全都无邂的梦 无端却一样美梦 去找周公 让我们当题商量 找周公 想起单 让我们当题商量 让他禁锁开裤 和风拨开牌 来看到 你在哪里的爱情 老师 设置曲 飄向你首飄涨 飘在清清 飘飘在水中 明天最愛有兩雙嵌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一组翻唱团成员 他们真是来头了多 因为他们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特色的记忆 要考考大家的火眼金睛 没错 而且还要考验我们江超的体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节目江超一定要看 因为你真的需要锻炼身体 到底怎么练 请他们上来就知道了 好不好 来 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 叫做二贵给大家表演的是 摔究不是 谢谢大家くださ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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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摔跤 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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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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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